世界小姐大赛 世界小姐大赛 将用她们的青春与热情 为我们奉献美的试听盛宴 超凡脱俗的魅力 高贵时尚的气质 将在今晚得到最完美的战法 今夜无名 只因为这片胸空 有我们美丽划过的痕迹 在这个为美丽而光芒闪耀的舞台上 我们将向世界展示 中国小姐的风采 小姐的风采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有请第六十届世界小姐中国区总决赛主持人罗杰大牛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尊贵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女士们先生们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家晚上好 今天是我们中国的传统节日中秋佳节 那么在这里呢 我和大牛向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说一声 节日快乐 团团圆圆 中秋快乐 靠越当空举家团聚 一边品茶 一边吃月饼 一边欣赏我们今天的精彩节目 真是静享天伦之乐 明月几时有 把酒问青天 不知天上宫阙 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风归去 又恐穷楼玉宇 高处不胜寒 起舞弄青影 何事在人间 在我的心目中 春秋一直是一个诗情画意的节日 也是一个大好的团圆日子 无论是在外面漂泊多元的游子 在这一天应该回到家人的身边 欢聚一场共度美好时光 花好月圆 也有圆梦这一说 希望电视机前的你 如果要是今天晚上 许下一个美好的愿望 那我想 一定能够梦想成真 是的 今天晚上我们舞台上的所有嘉力 他们有着同一个梦想 这里呢 是我们第六十届世界小姐 中国区总决赛的比赛现场 这里是深圳东部华侨城 今天的比赛是由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主办 由深圳东部华侨城联合主办 二十一世纪报戏承办 上海世纪雅歌 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作为执行方 同时在这里我们要感谢大赛的深度合作媒体 广东电视台 今天晚上三十二位嘉力将会在这个绚丽的舞台上展现他们的青春和智慧 决出来的冠军呢将会作为中国小姐参加第六十届世界小姐的全球总决赛 究竟哪一位嘉力会获得我们今天的冠军桂冠呢 我们将拭目以待 世界小姐是全球历史最悠久 规模最大 影响力最广的超级选美赛事 那么今年呢非常特别 因为是世界小姐大赛的六十周年华诞 本届世界小姐大赛中国区 以选拔中式有意义之美 在今年的五月份正式启动 是的我们的赛事呢 同时在北京上海广东四川网络 以及高校分赛区进行了海选 吸引了无数个充满着爱心 并且希望为世界和平奉献一份力量的年轻女性 那么今晚来到我们现场的三十二位嘉力 是各个赛区的佼佼者 今天晚上他们将为我们展示 他们美丽的笑容 他们优雅的体态 还有他们超人的智慧 是的这是一次美丽的盛典 这是一次魅力的聚会 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晚上让我们共同来见证 第六十届世界小姐中国区总决赛 这一场美丽的试听盛宴 首先要做的就是给各位隆重的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晚上的各位评委老师 他们是电影海洋天堂导演 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薛晓璐 欢迎 一国时尚管理资讯有限 公司CEO北京大学时尚奢侈品 管理项目总监 严俊 欢迎 还有第五十九届世界小姐全球大赛设计师大奖获得者 丹尼特北也是一位外国朋友 来自李班人 广东电视台节目中心主任 国家二级导演张金春 欢迎 欢迎 国家级导演深圳东部华侨城艺术总监周崇山 欢迎 南方报业副总编辑邱克军 欢迎 欢迎邱总 最后我们要隆重地请出本次大赛评委团主席 第五十七届世界小姐张子凌 欢迎 掌声再热烈一些 这只魅力四射 欢迎子凌 好 我们再次用掌声欢迎张子凌来到我们现场 好 请坐 那么今天晚上三十二位嘉丽能否顺利闯干呢 全靠咱们的这些评委老师来定夺了 今天晚上我们的比赛呢 会有四轮替台秀和最后的材质问答 分别是泳装展示 中式礼服展示 晚礼服展示 那么经过这些展示之后呢 会有十七位嘉丽被淘汰 十五位嘉丽呢 将成功晋级到下一轮的礼服展示 只有十五位嘉丽其中的五位 才能够进入到最后一个环节呢 就是材质问答 但是比赛 毕竟是比赛 比赛有输赢 比赛是残酷的 比赛马上开始 请你们擦亮眼睛 但是千万不要流鼻血 接下来要欣赏的是激情四射的泳装展示 来 掌声欢迎 一号选手 陈杰 身高 一米七九 他相信梦想只有他上五位的翅膀 才能飞得更高 二号选手 唐潇 身高 一米七五 今晚的舞台 是你的 是我的 更是我们大家的 三号选手 上方雨 身高一米七八 让舞台绽放我们的梦想 让梦想见证我们的美丽 四号选手 马亭亭 身高一米七九 他要用微笑迎接前方的每一个挑战 五号选手 雨姐 身高一米七五 站在拼搏的舞台上 永远会要对自己说 不 六号 孙野 身高一米七二 做真实的自己 做自己的冠军 七号选手 正迭 身高一米七零 坚持自己的梦想 就一定能够达到成功的彼岸 八号选手 许方飞 身高一米七三 不一定要夺冠 但一定要留下自信的笑容 九号选手 刘思辰 身高一米七二 在这个美丽的舞台上 绽放自己的魅力 十号选手 任旭杰 身高一米七五 人生在于拼搏 大步向前 走向梦想的舞台 十一号选手 葛艺红 身高一米七六 阳光的心态 美丽的人格 责任的人生 十二号选手 孙丹子 身高一米七六 在激情深意的舞台上 展现我的中国之美 十三号选手 崔瑶 身高一米七八 愿自己的微笑与激情 更带给大家 青春与活力 十四号选手 冯兮 身高一米七八 用热情点亮舞台 将快乐 传递给每一个人 十五号选手 孙艺佳 身高一米七八 文化的纯美和高雅 可以删除我们 每个人脸上的浮躁 和冷漠 十六号选手 孙丹 身高一米七五 无论遇到任何困难 都要用坚持 孕育自己的希望 十七号选手 陆金星 身高一米七六 魅力四射的她 愿用微笑 征服一切 十八号选手 筑姿 身高一米七一 舞动青春 舞动精彩人生 十九号选手 博晓妮 身高一米七七 自信飞翔 青春战放 二十号选手 呼唤 身高一米七五 灿烂的舞台 激情的我们 一起嗨起来吧 二十一号选手 许季三 身高一米七八 让热情洋溢的我 把青春活力 带给大家 二十二号选手 顾艳君 身高一米七八 真诚与爱心 会让我的人生 变得更加有意义 二十三号选手 郑秋冰 身高一米七八 让我用热情的笑容 感染在座的 每一位 二十四号选手 韩美丽 身高一米七九 美丽与您同在 魅力 无处不在 二十五号选手 屈灵轩 身高一米八零 勇敢追求理想 做自信独立的女人 二十六号选手 江俊 身高一米七九 让激情与梦想 在此刻的舞台上 尽情绽放 二十七号选手 孙梦哥 身高一米八零 用自信拥抱明天 传扬中国式独特的 有意义之美 二十八号选手 袁林 身高一米七九 世界因自信而美 我因自然而美丽 二十九号选手 宗娇 身高一米八零 大气的台步 迷人的微笑 宗娇 正自信的 向您走来 三十号选手 戴杰 身高一米八五 让青春的火焰 点亮每一个梦想 三十一号选手 陈琳 身高一米八零 给自己一个舞台 勇气 也是一种美丽 三十二号选手 黄婉 身高一米八零 微笑面对生活 拥有自己的那份 有意义的美 大家知道 问我有没有同感啊 大家有没有觉得 现场变热了呀 有没有热的感觉 哎呀 我感觉我们的现场 在迅速的升温 要是我的手上 有一个温度计的话 它肯定是 蹭蹭蹭蹭 一直在往上涮 黄大牛 其实我觉得 不需要温度计 因为我已经感觉到 我的身边这位男士 热气腾腾 何止是热气腾腾 应该说是热血沸腾 热血沸腾 哎呀 刚一开始啊 我们的家里们 给我们带来 如此震撼的一次 这个出场啊 我觉得 用一句北京话 那就是太刺激了 太刺激了 我跟你说 不仅男士喜欢看泳装展示 我发现我们现场的 很多女性观众 也是目不转睛 确实 泳装给我们带来了 阳光激情 展现了他们的美丽和魅力 嗯 接下来 我觉得我们大家 需要放松一下心情 别让自己的血压 一直维持在那么高的 一个状态下 轻松一下 我们一起轻松一下 今天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节日 中秋节 那么中秋节呢 在中国民间的节当中来说呢 除了春节是第二大节 我们大家都说 中秋节是团圆节 那么中秋节 有很多不同的习俗啊 有互相赠送夜饼 有赏月 还有嫦娥奔月的传说 这些习俗啊 这些传统都非常有中国特色 而嘉丽们接下来要穿的这件衣服 也是如此 接下来 他们跟泳装的展示 体现的美丽是不一样的 这种美丽 它更加含蓄 更加内敛 那就是一种中式的古典之美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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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祝福她们 哎呀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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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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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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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舞台上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